現在我們就要講F的偏微分 F呢 因為我們講偏微分的話 基本上F是有兩個變數的函數 你可以看到說 它有X跟Y F的偏微分基本上就是這兩個量 當XY固定 XY就是這邊的XY 高興的話你可以把它換成AVB 就是兩個平面上的點 這邊的XY呢 基本上就是屬於R2 平面上的點 平面上的任意點都可以 就是我們如果講這個F的定義形式化的定義 那它是什麼呢 就是F在XY這一點對X的偏微 就是這個量 OK 那這個量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Y固定住了 然後呢 我們只看X的變化 OK 它的變化這樣子 那這個量 減這個量 OK 然後除以H 如果它取完極限是一個 fine number 它基本上都存在 OK 基本上 這兩個 就是 基本上它會有Exist OK 那我們就說這個 這個量 就是F對 F在XY這一點對X的偏微分這樣子 那基本上 這不只是一個量 這還是一個函數 因為當XY在Varify的時候 就是在變動的時候 它就是會 這個平面跟會隨著XY OK 的值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它是一個Function OK 那所以 你一樣就是 也可以定義著F在XY這一點 對Y的偏微 就 Norgous 就差不多 這樣子 就是我們只看 第二塊的變化這樣子 然後 這個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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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如果 H 起極限的話 讓H 跑到你這個極限存在的話 我們就說F在XY這一點對Y的偏微 OK 那 最重要就是說呢 我們 可以用這個 定義去算出一個 數字 就是我們在 我記得 這個最 就是 最基本的 就是 在應付考試的時候 就是 可以給你 函數呢 你要能夠算這個F在X F 在X 在 在平面上的一點 對X對Y的偏微 OK 當然它有一些 它這個 解而上的意義 不過後面我們再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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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